就算摘下最佳女主角活冠 女性杰西卡 卓斯坦 内心却因为乌克兰危机 五危杂陈 最佳奥斯卡前哨正志称 第28届美国演员工会奖 28号正式颁奖 只不过许多好莱坞大咖 就算上了台还是新系乌克兰 除了才刚以神圣电视台 丰厚的杰西卡卓斯坦 75岁的英国老牌男演员 布莱尔·考克斯 也对喜剧演员出身 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 至始至终挺身捍卫国家的勇气 赞誉有加 这一番感言更获得全场起立股长之一 修人员主编福侠 或者独一 拿下电视电影或迷你影集类 最佳男主角的麦克基顿 也同样没忘了 向泽伦斯基致敬 甚至讲到一半 还突然有感而发鬼夜 所爱此事 来人雷诺 安杰丽娜·求利等 也都不约而同 利用社群网站募款 以及替乌克兰发声 好莱坞大咖明星站出来 希望能为乌克兰人民 捍卫自由民主 贡献一份心力 感情新闻 贡献一份报道